Hello 大家好 我是灵灵 我们花友们是不是有很多花友喜欢养茉莉花 但是大家都知道茉莉花的品种有很多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推一块 花开虫瓣 花开浓香 琴花品种的茉莉花 它叫做菊花茉莉 那么菊花茉莉的话 相比较其他那些个虫瓣茉莉花来说的话 复花能力会更强 基本上你们在开完一波花 修剪完以后给足光照来上点肥料 花开就是花开几朵就满无票的同时 它每半个月就能复一次花 复花能力强 花开虫瓣 花开浓香 而且呢 我们家发货的苗次 全部都是这种独磕的木质花的苗情 单磕独杆帮忙成的造型 那么开花又香 而且这个菊花茉莉花的话 相比较其他茉莉花来说的话 更适合我们的新手小白修筑手 我们直播间我们有花友应该是很喜欢 就是说养各式各的茉莉花 但是它相比较其他茉莉花的真的很好养 那么怎么去养呢 首先茉莉花的话它是喜光照的 正常的我们要光照给足 第二点的话有关于施肥方面 大家可以给上点通用型的缓施肥就可以 手绒肥也可以 通用型的肥料就可以了 那么有关于浇水的话 大家如果说盆栽的话 你们在浇水的时候不通风的情况下 要维持住干湿循环 那么如果说咱家里边这个通风环境很好的情况下 大肥大水大光照给上 它可以做到花开不断 但是一定要勤修剪 为啥呢 它修剪完以后 它的分支会越多 分支越多 芽点量就会越多 所以说自然而然花量就会越多 所以说当我们花园们在刚刚收到货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给它带花包发货的 开完这波花一定要修剪 它很耐修剪 你只要是足够勤快 它也开花足够勤快 所以说如果说你们也想要一盆 开花可以爆盆的茉莉花 那么我们的菊花茉莉可以让大家去选择一下 喜欢的话有下方小黄购物车 哲学露吧 数量不多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